好不容易長出那個菩提心的幼苗出來 如果是太陽太大的話,他就哭吻了 也是不忍心啦 也是要好好把薄薄熟熟的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可造之材啦 這個湯龍類師伯 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又很認真學習 即使部分我是比較會一點點,那電腦我完全不會 既然湯師兄還有辦法設立到電腦部 真的是很棒啦 我想跟湯師兄說,你太謙虛了 其實用心就是專業,你的努力跟你的成果 是我們有目共睹的加油湯師兄 那麼投入我們曾善美的工作 但是也希望你好好照顧身體 因為年邁的媽媽也需要你照顧 所以希望你為了做慈祭也要把身體照顧好 這樣子才能長長遠遠做下去 加油喔 因為你的付出 讓我們玉井 學歷還有南希學歷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給你加油的時候還是提醒你 要多照顧自己耶 湯龍烈師伯 大家這樣真稱你耶 聽到了法親還有師姐的祝福跟鼓勵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說 我很感恩我們社區的師兄師姐 這樣的父子 然後也給墨水有成長的機會 也是有這種福報可以為我們社區 留下點滴的一些紀錄 讓我們這個好的事情可以流傳下來 也可以做一個典範 就是說我們實際的一些善的事情 都把它留存下來 就是要愛的形容 還要善的那樣 為時代作見證嘛 也要為這個人類寫歷史 但是身為另外一半的我們的師姐 其實既來一來很高興 師兄可以這樣子從事這樣的一份志願 但是心裡還是會有一些擔心跟挂念 是啊 一個家的這個幸福跟和樂 的確是要大家有共同的這樣的一份您具力 那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兩位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感恩 感恩 謝謝 謝謝